在这里每个小病人的奋斗都可以是一出赚人热泪的剧情片 发展迟缓的孩子家长以及治疗师都是这出戏的编导演 花180天重复练习一个动作,花3650天不断拉筋 挫折,愤怒,无奈,被水浇织 在60分钟的治疗时间里,物理治疗师是不假磁色严厉的老师 是温柔体贴的磁木,也是开心带动气氛的朋友 做一样的动作而已啊,哪里有效的 你不要让人家笑着 他哪有这样讲 他只是跟你一样做一百下,跟你一样啊,跟你一样厉害啊 你弟弟只是想要跟你一样厉害而已啊 他都没有效力 你不要自己想那么多 所以他才会想要学你啊 他又不是说在那边笑你 只是他看你做一样的动作 他也会想要跟你做一样的动作啊 懂不懂?知道吗? 好啦,放下来 你修死我了 哭躁 死板的动作 要设计成有趣的游戏 让孩子愿意不断不断的练习 面对陷入低潮的孩子 也要想办法服务 引导他们走出幽谷 你踢倒哦 好不好 各位 一起玩玩的 好不好 还是你要单挑战就好 要踢倒哦 要踢吗 好 那来这边 不是踢我呢 不要这样侧边踢 没有这样侧边踢 你这样侧边踢你会踢歪掉 你要正正的然后踢到那个 先把他踩出幽调乱跑 把他踩出幽站好了 好,准备踢哦 准备把他踢出去哦 踢 哦 哦 一个简单的几掌动作 孩子练了百万次 突然孩子绊到了 那一秒的瞬间 让人狂喜